大家好啊 这个视频呢 我们聊一个跟外媒相关的话题啊 我在这个推特上看见美国之音发了一个帖子 说啥呢 说在中共的统治下 啊 妄议中央是一个罪名啊 这个报喜不报忧也是一个罪名啊 但是呢 截至目前啊 中共没有给予习总之下任何人表达自由的保证 既保证你报忧之后 不会被以妄议中央来定罪 啊 就是这个话题呢 其实很明显就是搞事的话题了 但是呢 为什么我想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相信吧 可能有些朋友啊 说实话 很多人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啊 就是 有些人可能会怎么想呢 就是中国官方整天讲自由自由是吧 妄议中央这个罪名是吧 那你不让人说话 他又哪有什么自由啊 是吧 我一定 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在想法 我觉得这个倒也正常 但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就是对妄议中央这个词 他针对的是谁 中央是哪个中央 是党中央还是国家这个中央 党中央针对谁 那针对的是党员 你不是党员跟你没关系 国家这个中央针对着谁 公务员 你不是公务员跟你没关系 啊 所以大家要理解 妄议中央是不允许什么人妄议 不允许党员妄议或者不允许公务员妄议 但是我印象里面这个妄议中央通常是党组织内部的一种规定 不允许妄议中央这是党组织的规定 因此上他应该是针对的党员 你不是党员跟你有啥关系 说白了你意不意能咋的 对吧 再有一个就是啥 那有些人说那党员也不行 那党内就没有言论自由吗 对吧 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那党内就没有言论自由 凭啥不让意 是吧 那党员作为一个党员 男的都没有评价这个国家的事情的权利吗 有这种疑问啊 肯定会有人有这种疑问 那问题另外就出在哪呢 叫妄议 该不该议 当然该议啊 作为党员如果都不关心国家事务 不关心国家的大政方针 他还是个合格的党员吗 党是干嘛的 就是政治组织 党员本质上都是关注政治的 他不可能不议国家事务 那问题是你应该怎么议 你应该在党委会上议 你应该在你们党小组讨论的时候议 而不是在私下里面背后里面议 这就是问题 所谓的不得妄议中央是什么 在党组织开会的时候 好好好啊 领导领导你伟大 领导你牛逼啊 下了会之后 哎傻叉啊 各种脑残 这种叫妄议中央啊 党委会是干嘛的 党小组讨论的时候 你在说你说了没有 为什么当面不说 背后说 这叫妄议 听明白了吗 这就好比说你们公司开会 啊 你的老板安排任务啊 今年我们的业务怎么计划的啊 我们的这个组织架构怎么调整啊 为了让公司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你说的这个想法呢 可能很脑残 但是呢 你的总经理啊 你的各个部门经理啊 你下面的各个业务组织的老大啊 老的老板 你太牛逼了啊 你太厉害了啊 那就今年咱公司牛逼大了啊 你牛逼啊 然后你高兴的不行 你觉得今年肯定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等你散会之后 下面这个啊 大家在一块没事几个个别的几个人在一块啊 这个饭馆吃饭遇见了 闲聊天的时候 妈的这老板就是个傻叉 他懂个屁 啥球都不懂 还他妈屁话特别多 啊 你看看他说的那个那什么什么 脑残不脑残 他了解个屁啊 他知道个啥呀 这就叫妄议 对吧 那开会的时候 问你的时候 你咋不说呀 对吧 问你的时候 你咋不说呀 让你说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呀 背后他没在这嚼啥根 对吗 共产党 我们知道从建党一出始 就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团队 战斗力很强 就强调我们要统一的声音 就是我们对外 就是以共产党的这个所处 对外的话 我们党只有一个声音 但是内部可以讨论 对吧 但是讨论 你可以在党委会上讨论 可以在党小组讨论 但你不能对外讨论 因为对外只有一个声音 就是共产党的 这个中央宣传部的声音 这叫规矩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规矩 同意不同意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它的规矩 你要是不能接受这个规矩 你可以不加入这个组织 党的组织也不是你加入之后才改的 或者说改了之后 你也可以选择退出啊 这都是你的自由啊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规矩 这个规矩你能接受 你就加入 你不能接受 你就退出 这是你的自由 你不能说啊 我一方面 我为了名利 我加入啊 这个建了领导呢 为了产妹 为了不要脸 我又拍马屁 扭头到下面呢 我又装逼 反正都是你有理呗 那有人说了 你说的好听 那么他当着老大老大的命 你敢说吗 对吧 你说了他不会报复你吗 那问题是 那开会讨论的时候 那他妈就是商量意见的 你为啥不说 领导让你说 你为啥不说 对吗 比如说今天公司遇见的一个什么 哪这个事情啊 我们这个把各个部门老大叫一块 我们商量怎么处理这个事啊 那问你各个意见的时候 我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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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啥意见都没有 等老板把事 我老板自己想了个招 我们干了 结果一干 他妈出错了 然后你在下面说风凉话 哎呀 那啥啥 怎么的 你他妈当初问你的时候 你咋不说呀 装啥好人呢 一个个在这装无辜 哎呀 他不让说话 是不让你说话吗 是不让你说话呀 还是你他妈不说话呀 至于你说怕报复什么 那问题是 你作为一个党员 同时你大部分还都是国家干部 你应不应该对国家负责 你应不应该说实话 你为了你的个人私利不说实话 他妈还有理了 中国古人讲的叫 闻死见无死战 是吧 为了国家利益 你不应该说实话吗 啊 你就为了所谓的怕报复 就瞪眼胡说 瞪眼说瞎话 你有理吗 你很光荣吗 这在古代 这也叫奸臣吧 就这种人放到古代 这也是奸臣吧 装什么好人呢 对吗 所以就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简单的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了 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规定 你不同意 可以不加入 你加入了就得遵守 啊 而且 内部的时候 你可以讲啊 比如说这个 市党委 县党委 啊 你去党委 开会的时候 你有意见 讲啊 讲啊 那你说 讲了报复 你怎么办 那你为了你的理念 付出代价吗 承担吧 这才叫承担责任吗 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说话 但是我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是那意思吗 人说任何话 都是有承担责任的 都是会承担代价的 你在你家里也一样啊 你好比说家里有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特别听母亲的话 一个孩子不听母亲的话 那母亲对这个听话的孩子 就更好一些 亲儿子尚且如此 何况外人呢 人只要说话 一定会有相关的相当的 一定程度的代价 只是大小而已 你不能说啊 我为了怕报复 所以我不说 然后我还觉得我很有理 有理你有个毕理 你不要忘了 你很多 你这个特别是当领导干部的 你有啥理啊 说实话是你应该的 怕他怕他报复 你就别当官 对吗 所以妄议中央 针对的就是那些 当面不说 背后说 会上不说 会下说 组织内部不说 组织外部 他妈胡说 针对这些货 这些人本质上就是叛徒 啊 你想想 如果你看一家公司 你请了一帮高管啊 商量具体业务的时候 他妈啥都不说 整天就他妈拍马逼 会后了到下面 他妈细细歪歪的 说你坏话 这是不是叛徒 没心自问一下 是不是叛徒 那你要问他的时候 他也会这么说 哎呀 你说的好听 我不敢说 我说了之后 搞不好 你把我开除了 啊 那我 我不知道啊 他他妈他有理了 那我他妈花着钱 请着你他妈 呀 你干嘛的 不是让你提意见的吗 对不对 那花钱养着你是干嘛的 那傻豆老板自己想着 他妈要你干啥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那些什么狗屁啊 那个那个就是 啊 会上不说会下说 打内不说打外说 啊 那个那 就这种人本质上就是叛徒 说他们妄议中央恐怖都是清的 都是清的 古代的要放古代的话 搞不好他干他了 啊 行吧 反正我也就是看到这个美国之音发这个话题 我觉得值得一说啊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不明白 啊 好吧 就说这么多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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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